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查过近期进入越国的高阶修士 好像也只有师妹一行人的行踪过于诡异 既然柳师妹只认身后之人曾经在太越山停留过 不如和我们前去对峙一番如何呀 在下正想看看那个人是何方神圣 若他真是杀害六师弟的凶手 寻谋一定事后重谢两位师妹 无一羞是不动声色的说完这话 就紧盯着御灵宗一行人 对峙 姓柳的女子一愣之后 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怎么 两位师妹 这点忙都不肯帮吗 无一羞是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问 他身后的那一群御灵宗修士 却不约而同的伴围了上来 那一次 您要是不同意 咱们立马开打 一看到这样的情景 姓柳的女子脸色微变 正想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惊 默然回首望去 不只是此女啊 就连在场所有的修士 都感到了一股强大而冰冷的神石 肆无忌惮的从天而降 一下子将他们一行人全罩在了里边 虽然还没有看到人 但是那种冷冽刺骨的不善之意 谁都能清楚的感应到 是袁英琪修士 你们说的那个人竟然是袁英琪的老怪物 想骗我能送死不成啊 风韵幽存的女人感受到神石的可怕 惊怒之下不禁大声呵斥 废话少说 马上分头逃走 能走一个是一个 姓寻的修士虽然同样心中大怒 但是却很清楚 现在啊 他根本不是追究此事的时候 沉生的说完此话之后 就立刻划为了一道乌光 朝另一个方向破空而去 如生面色难看至极啊 狠狠的望了望后面的鬼灵门之人 也一跺脚的飞离此地 玉灵宗的其他低级修士 见此自然一轰而散 各自逃命 到了这个时候 谁不想的是自己头上这条命啊 袁英琪修士的可怕 让这些修士根本生不出丝毫对抗之心 也没有人幼稚到这种程度 以自己的修为 去对抗一位袁英琪的老怪物啊 这群家伙真没用 不但没帮上忙 反而还白白耽误了我们逃命的时间 姓柳的女子秀眉一条 非常气恼的低声说 不对 现在情形好多了 有这些人给我们掩护 逃着的机会 大大增加了不少 我们也各按天命吧 韩云芝却显得非常的镇定 先先束手往腰间的灵兽带上一拍 一只雪白的大鸟浮现在了空中 柳星女子和其他玉灵宗修士动作不慢 要么方向一改 直接玉器逃走 要么呢 也放出了飞行灵兽和韩云芝一样 玉兽而顿 唯一的相同之处啊 就是这些人全都是单身逃命 没有一个人走和其他人相同的方向 生怕是因为人多 反而被后面的这煞星盯上 转眼之间 这个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就算是那原影起老怪物修士速度再快 他也不可能将全部人一一都追到吧 足可以让大部分人都逃出一条性命 而这个时候 韩丽已经在百里之内 刚才的神势一扫之下 发现了又多出了一波魔道修士出来 神情顿感恶然啊 但是 当两波人竟然一下子四散逃离之后 他不禁眉头一皱 略敢有些棘手 脸上一丝阴力之色闪过 韩丽深吸力口气 身后雷鸣声一响 银弧跳动 两只银白色翅膀凭空浮现在了身后 体内的辟邪神雷 略往风雷翅轻轻注入 韩丽在电弧中瞬间消失 下一刻 身形出现在了树里之外的地方 如此雷顿神术接连施展 韩丽身形是游近极远波动不已啊 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后 他就出现在了那些修士刚才分手的地方 韩丽面无表情 但是神识不动声色的略意感应 就立刻找到了所有逃命的魔道修士 此刻最远的一名 已经逃顿出了四五十里之远啊 最近的一名呢 才只不过刚刚逃离十里之外 韩丽冷笑一声 立刻锁定住了最远的那名 结单其修士 然后电光一闪 消失不见 跑得最远之人 并非最开始逃走的 姓寻的修士 而是那名三十来岁 还有几分姿色的妇人 这个女人呢 她也不知道修炼的是什么古怪的功法 虽然你看那修围巴 只有结单初期的样子 但是此刻红光照体 灵火跳动 竟然好像是火中妖灵一般 整个人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 风驰电掣呀 而在火球之外 另有数条长短不一的光带 从妇人身上直接伸出 清光闪闪 每一下滑动 都让这妇人瞬间 顿出十余丈远 速度之快 实在是耸人听闻啊 而妇人本身 也正在暗自得意中 她的功法 也许在对敌时 比其他顶阶的功法 逊色不少 但是在逃跑上 却是极罕见的 风火之盾 再加上她自身修炼的 又是一件 风属性法宝 飘灵带 更让她在盾法上 如虎添翼 她相信自己如今的顿速 就是比原英初期的修士 也不见得差到哪去 若说是这些逃命的修士中 谁最有可能安然无恙 自然非她莫属啊 这女人正暗自思量之际 耳中忽然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 你虽然说这声音不大吧 并且距离很远的样子 但也让此人只为之以待 不禁在宏光中回头一望 后边空空如也 一个鬼影都没有 可那低沉的轰鸣声 却越发的响亮 竟死在这短短刹那的功夫 已到了附近一样 妇人的面容瞬间苍白 吓得四下狂丑啊 但是最后猛然想起来什么 一转身 比刚才还快三分的速度 急忙破空而去 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误 刚才还空无一人的远处 漠然一点荧光闪动 随之又消失不见 等荧光再次亮起的时候 竟已经到了百鱼杖的距离处 里面隐隐的有个背身双翅的人 正是杭力追了上来 杭力看着前面红光中 破空而飞的女人 也对她的顿速之快 感到一丝意外 看来天下之大 各种奇功妙法 的确是数不胜数 一个结单妻女修士 竟然也有这种恐怖的顿速功法 那世上比风雷翅更快的密功法宝 说不定还有多少呢 杭力心里头有点感慨 但他的背后风雷翅 可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 这点银翅再一次煽动之下 杭力化为一道光湖 一闪之后出现在了妇人的正前方 然后丛容的单手一抬 五指为张 五道青色见光 瞬间从指尖处击射而出 这女人吓得面无人色呀 大叫了一声 哎呀 前辈 饶命 随后 周身红光和一下子耀眼独目起来 瞬间和那几条青色光带 如成了一个青红色的明厚光照 将它牢牢的护在其中 韩力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淡淡的望着这个女人不说话 结果五道剑气连成一泻 击到了光照之上 扑扑几声闷响传来 这烽火属性的护照 威力还真是不小 竟然一脸挡下了前三道剑气 但是当第四道剑气也击到上面的时候 在女人绝望的目光中 此照破碎开来 女人根本来不及施展其他手段 就被后两道剑气冻穿要害而亡 韩力看着直坠而下的妇人的尸体 轻轻的摇摇头 手指一弹 一颗火球飞出 这女人的尸体就被化为了灰烬 她身上的橱带呢 和那件光带状的法宝 则被韩力是单手一招 稳稳的落入手中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唉 我若是不杀你啊 恐怕就要轮到魔道的猿鹰奇老怪物 追杀我了 韩力叹息一声 周深的雷光闪动之下 又朝神石锁定的另一人顿去 这一次的目标 正是那所有修士中 修为最深的那名 巫医修士 他的修为啊 已经到了结丹中期的顶峰 马上就要进入了 结丹后期的样子 不过 韩力在追逐的途中 忽然一拍灵兽带 放出了大批的三色式金虫 然后在神念的牵引之下 所有的飞虫 立刻凝聚成了十几口三色飞剑 分别向那些正拼命而逃的 铸鸡奇修士追去 这些人 修为浅薄 顿速也比较慢 韩力啊 懒得再一一将他们免杀 用这些视灵虫 变化的飞剑 足可以同时击毙他们 至于那几名 结丹妻修士 则由他来亲自收拾掉 毕竟这些人顿速不慢 光靠灵虫追赶他们 恐怕没什么把握 因为视金虫的顿速 在短距离内倒还可以 一跑出如此远的距离 恐怕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无一修饰 脚踩一只乌黑发亮的短刃 脸色阴沉的 闷头赶路 这一次出来寻找杀害 他那位六师弟的凶手 没想到 竟一头撞到了 袁英奇修士手上 看来他那位六师弟 就是被这不知名的修士 出手灭掉的 肯定也是和那些 御灵宗修士有一定的关系 而看御灵宗修士 一见后面那人追来 比他们更惊恐的样子 十有八九啊 是御灵宗的家伙 招惹的仇修 而他们这次 那算是殃及驰鱼 跟着吃了挂闹了 要不是对方 来意不善 十有八九会做出 杀人灭口的勾当 他还真不愿就此狼狈而逃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牵扯出了 袁英奇的修士 那六师弟被灭之士 就不是他们可以处理得了的了 回去之后 一定要禀告自己的那位师父 让贪老人家出马才行 对方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追杀 他们魔道的杰丹修士 那这个人不是其他势力的 原因其老怪物就是什么过路的散修 否则对魔道如此庞大的势力 总会有一些忌惮之心的 吴一修士正暗自担心之际 忽然从侧面传了一阵怪异的雷鸣声 断断续续 时段时序忽高忽低 吴一修士心里一凉 急忙警惕地抬头看去 结果呀 眼前是清光一闪 最后是人事不行 吴里面无表情的一招手 将青色巨剑从尸体上召回 此人虽然在飞盾的途中 还小心地开启着护身光照 但是在他树柄青竹风云剑 所化巨剑一击之下 那护身之光就如同保纸一般苍白无力 被一一击破 丝毫阻拦作用都没有起到 现在他目光一转之下 遥遥地望向了远远的另一个方向 在两颗碧绿骷髅头的牵引之下 锦衣修士神色紧张地左右望个不停 他很清楚 您别看他 一口气跑出了如此远的距离 并且那圆英七修士 也没一开始追他的样子 但只要他还在对方强大的神识笼罩之下 就时刻可能被对方追杀上来 因此这位一边全力飞盾 一边尽量地将神识放开 时刻将心低了到了嗓子眼上 结果当他心神不宁地又一次转手的时候 其一下子沉到了最深处 这件不远处的空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 一身的淡青衣衫 温和的冲才笑了笑 露出了一副闪闪发光的雪白牙齿 锦衣修士 善未来得及 掉头就跑 那青年这个时候已经和颜悦色地说道 道友 跑了这么长的路程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看还是让韩某送送道友一程吧 韩丽一说完这话 大秀一甩 无数金点 从秀中一涌而出 瞬间化为了一朵巨大的金云 遮天蔽日向下面的森林扑去 锦衣修士还没有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连人带法宝被金云吞没了进去 片刻之后 那朵金云再次升起 原地空空如也 锦衣修士由此便人间蒸发了 再次进化的士金虫 果然比原先厉害得多了 竟然连法宝那刹那间都可以吞噬得干净 真不愧是有物无事的称号啊 韩丽见到这般情形 神色不变 口中却喃喃地自语了几句 那些金色的士金虫 在空中多盘旋了几圈之后 才恋恋不舍地飞进了袋子里面 这让韩丽皱里皱眉 心里叹了口气 随着这些虫子的强大 控制它们可没有像以前那么得心应手了 这让韩丽高兴之余 又有点无奈 轰鸣声一起 韩丽在荧光中消失不见 韩云之骑在洁白的灵琴之上 化为一道长约三四丈的白红 向前匆匆飞顿 此刻他和灵琴都照在柔和的白光之中 趁着洁白如意的面容 凭空增添了几分圣洁的气息 只是他如今额眉紧锁 心中拿了一块八正大的绿色玉碱 才仔细地看个不停 脸上阴晴不定 毕竟他不是第一天在修仙界混了 他知道 如果一个修为到了元英期的老怪物 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 那他们这些修为比较低的人 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391回 明天还在影响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